今天原本要邀請給大家來 因為想說畢竟是 跟前輩討教一下 有沒有走出這一段壓力 所以他思考就沒有辦法到 老實說我看了他那個道歉影片 但是數一數二爛了 沒關係就是要聽你講 直接攻擊 歡迎收看 奇怪 水喔 好 沒錯 今天邀請到了 陸星派 陸星派 大家好 我是陸星派 AK老闆 游州面第三代傳人 今天原本要邀請給大家來 因為想說畢竟是 跟前輩討教一下 怎麼樣走出這一段壓力 他思考就沒有辦法到 老實說我看了他那個道歉影片 算是數一數二爛了 沒關係就是要聽你講 沒有啦 在你的看法就是連他發生這件 這麼有前輩有沒有什麼要給他指導 我的執筆 我覺得其實不是以前輩的小度啦 我是以 大學長 沒有沒有 純粹觀眾角 因為其實大家都是拋頭露面 所以我做這個事情呢 要跟大家第一口道歉說 因為影響力的關係 確實違反 我為了思考雷拉能夠怎麼道歉 我還去參考你之前的影片 雷拉好像 miss 掉一個中 她一爆出來 欸 雷拉有抽這個 她的粉絲都想說 哈哈 終於被抓 是這個感覺 不是說 啊 她竟然有抽 其實她就坦承就好 那久面她就只是坦蕩當 對對對 就會坦蕩當最重要 因為其實她這樣一哭 大家會見烈欣喜 我是覺得沒有必要 你知道嗎 可是你應該 樹母團裡面準備道歉 不算樹母團裡面 因為我在雷拉旁邊 我想說這影片應該是穩的 因為我跟她說 你條列式講不好 那就照自己的方式說 因為我不想要她演啊 我覺得道歉最討厭的是演 你就是說 我的工作是 被大眾接受跟喜歡 其實我今天做了一件 大眾不喜歡的事情 那你就是 不要做這事情之外呢 你要跟大家說 欸 拍謝 我真的有 還是我不會再這樣 可是有一件事很妙 因為不接受的 我發現很多是 原本不是她粉絲的人 大家都愛吃瓜 我也愛吃瓜 誰都愛吃瓜 我們都吃 對啊 我們都吃 蕾拉自己愛吃瓜 她不只吃瓜 她是麻瓜 我有印象 你的心情大概過幾個月 或幾年才會 我其實真實的來說 也是壓抑了一年吧 那一整年其實我心情非常差 其實就是去年二年嘛 後來我就是 當每一個情緒 寫著音樂 然後就是做音樂 音樂出發 療癒自己過了一年之後 又有一些工作機會回來 我就很感恩 然後我就改變 我們整個工作態度 我常常鼓勵自己就是說 每一個人都像抽卡一樣 最近有個笑話 嗆自己父母說 兩張N卡期待協和出一張SSR 對 啊我就覺得 我爸是一張SSR卡 然後生出來 我可能沒有那麼SR 沒有那麼厲害 可是我還是要盡量把我這張卡 配到隊伍裡面是有用的 技能是同用 這講得不錯 不用炒得當SSR卡 你給大家最好的N卡一放 同用N卡 真的覺得你比較好成熟耶 我覺得這就是 這一年來的一個轉變 我覺得其實就是要 殺死自己心中某一部分 然後你才會重生 那我就是想說 如果我可以賣麵 衛生 然後品牌做得好 我也很有成就感 如果我有賺錢 我還是可以發專輯 賣專輯不一定要賺錢 反正這有點像是那個叫什麼 只有創作的東西 是留得下來的 我是希望我走的時候 可以留下來很多東西 你創作也不一定要為大眾啊 你不會為自己創作 對我現在就是這樣子 你就為你的孩子啊 爸爸以前有做歌 你沒有好酷喔 我現在的想法 就是把每件事情 盡量做到 像牛肉麵一樣 好 最後回到老糖牛肉麵 好會介紹 最後再次掌聲 謝謝 Yuki Hai 謝謝大家 Yuki Hai Yuki Hai